大家好 我是漢雅 大家集合好嗎 老婷介你們 歡呼聲 我先自我介紹 我先自我介紹 為什麼我會叫漢雅 你們一定會想說是哪一個字 雅 是這個雅 有些比較有年紀的人 可能覺得說 欸漢雅 紅豆大 紅豆要來了嗎 沒有漢雅 我為什麼會取漢雅呢 是因為我本名的最後一個字 是 維 是維 維護的維 我叫漢維 可是我每次在求學的過程中 在被老師點名的時候 老師都會唸錯 他都會唸說 欸那個漢雅 漢雅在嗎 不好意思 漢維 漢維 超不爽 我就想說 那我就把藝名取叫漢雅好了 結果我第一次講Open Mind 在講脫口秀的時候 我就來卡米蒂 然後那個時候主持人是那個馬克吐斯 欸仍然是馬克吐斯 可以幫我來點歡呼聲嗎 對對對 我就很緊張 很緊張 哇 然後馬克吐斯他就這樣介紹我 各位啊 大家今晚好嗎 我是馬克 喔 我們來關觀眾來點互動 待會我說馬克你們喊吐斯喔 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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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這位小姐 吐斯 水的 漂亮 漂亮 喔喔 不是你回答的漂亮 是你長的漂亮 喔沒有啦 沒有 沒有 喔好 然後我們趕快接受下一位表演者 她說她是台南人 她準備好了嗎 還沒準備好 喔 講到台南人 哇 小姐 妳是台南人嗎 不是 不是 那妳要小心被台南人吃掉喔 因為長得很甜 喔沒有啦 沒有 開玩笑 開玩笑 好我們趕快介紹她上台 哇這位演員厲害囉 喔她用的是本名 掌聲歡迎 河 熊 我叫我靠 起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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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模仿馬克 不模仿馬克 那是起司 起司 對對對 大家知道我剛剛說的那個 我本名是漢偽嘛 所以剛剛出場樂 我就放我的主題曲 漢偽 to the 水啦 哈哈哈 水啦漂亮漂亮 對對對 然後起司啊 欸那個 我昨天 來台北 然後去一間酒吧 我去隔壁那一間 二三 我去喝酒 然後喝完酒之後我就去 我在外面跟朋友聊天 然後聊一聊 我就發現 很晚囉 我就發現說有個男的 攢伏著一個女生出來 很明顯 他就是要檢視 我在旁邊看就想看他想幹嘛 然後這個時候那個男的 講了一句話 他說 走囉走囉帶你去 我們來叫車車囉 幹男生 講什麼碟字 你知道在那種情況下 我只能接受一種碟字 嘿嘿 哈哈哈 台北真的太危險了 你知道確診數 很多人每個人都確診 有沒有 有沒有確診過了可以幫我舉個手嗎 耶 水水水水 有沒有還在確診的 耶 還在確診的 你們出去 出去 對 然後其實 呃 台南也很危險 你知道如果有關注台南新聞的話 你就會發現 前幾 上個禮拜 台南的新聞是 小朋友在公園玩耍 然後他玩那個溜滑梯 他握到扶手的時候 啊被割傷了 仔細看才發現 有西瓜刀綁在扶手上 刀刃槽上 太誇張 我覺得這誰那麼沒功德心 半夜練爬刀梯忘記 卻場地復原 你們知道爬刀梯這個東西嗎 爬刀梯就是南部的一些 道士的傳統 就是他要爬完刀梯 才能夠晉升為道士之格 然後警察去調閱監視錄影器之後 發現找他那個人了 他在三天前過世了 我說得到升天了 他完成目的了 他完成目的了 對他完成目的了 然後我後來 就來到那個 台北嘛 你知道我回台南一個多月 哇我看到了沒 在台南啊看到了沒 沒有我在台北車站十分鐘看到的多 哇超多的耶 台北的妹超多的耶 台北的妹超多的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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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在那個 台北車站 你知道最近下雨天嘛 沒雨季 然後又天氣熱 很多人都穿著短褲 哇就在旁邊看你知道 旁邊看 哇 現在疫情不是戴口罩嗎 很多女生的眼睛會說話 大家眼睛都會說話對不對 很多眼睛都會說話 我還發現 不只眼睛會說話 很多人的膝蓋也會說話 你有沒有知道 有沒有注意過女生的膝蓋 看起來很像人臉 就是人面膝有沒有 你有注意到嗎 注意到 沒有 很像人面膝你知道 人面膝蓋 你知道我對 我對她那個 哇很像人臉的膝蓋 我就想要做一件事情 iPhone Face ID 我就設定 對 Face ID 然後就設定她的臉 設定完之後 然後我就 欸 面對她 咔嚓解手了 欸解手了欸 咔嚓 拍她裙下的風光 前幾天我這樣做啊 那個女生 膝蓋踹我老 被膝蓋口教 好爽 好爽啊 膝蓋想也知道 好爽 對啊對啊 然後啊 我發現那個 膝蓋啊 它像人臉對不對 然後因為光影的變化 它們好像會有個性 好像是那個 膝蓋兩個人在講話 然後我就發現說 在路上 那些會講話的膝蓋啊 好像是在做一種 雙人的一種喜劇形式 叫漫財 我在旁邊看 然後女生講話 女生在走路 她就像在講漫財一樣 我先解釋一下 什麼是漫財 漫財是一個雙人的形式 有人會裝傻 有人會吐槽 然後我都特別喜歡看 那個成年的膝蓋 成年 成年 老的女生 成年 她就很像是這樣子喔 很像是 大家好 我是成年右關節 我是成年左膝蓋 我們是 陳冠希 太奇怪了吧 還會吐槽你知道嗎 還會吐槽 我們最喜歡做的是 跳舞 愛情的請請 不可以幫忙記 心愛會在哪裡 登登登 夠了 謝謝大家 你知道我在路上都在看這種東西 超讚超讚 我一直看 哇好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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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讚 很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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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你知道我之前 在北部工作 我把工作辭掉我就回台南 然後趁那個工作空檔的期間 我就去坐 搭火車 然後去坐鐵路環島 我就哇 台灣這個地方好棒 台灣這個地方啊 在寶島上啊 住著許多各式各樣族群的人 像比如說 桃竹苗地區就很多什麼人 客家人 客家人 對對對 我上次在新竹這樣問 欸你們新竹這裡很多什麼人 下面舉手 單身的人 我還知道新竹工程師他們 怨念好深喔 害我不敢接下去講說 我前女友是 剛好就是客家人 我今天介紹一下我客家人前女友 她長滿高的 一百七塊跟我一樣 然後長得滿美的 我滿幸運的 我又高又美 高雄美農人 真的啦真的啦 客家人的分部 北部在桃竹苗 南部在高雄美農屏東六堆嘛 對不對 然後我就覺得她應該是騙我 她應該不是高雄美農人 因為我跟她上過床之後 發現她是高美師弟人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欸我們對客家人 我們對客家人的刻白印象都是什麼 什麼小氣蕩聲摳到爆 這種刻白印象對吧 就是我在台南啊 我對台南人對客家人 其實完全沒有概念 因為台南在文化歷史的發展上 幾乎沒有客家人 幾乎沒有 然後政府不是為了推廣客家文化 跟那個推廣客家化 有成立一個客家電視台嗎 客家電視台啊 收視率超低 在台南收視率低到 客家台配台語發音 我以前念書念到 喔客家人台灣有一群 勤奮打拼的客家人 他們講了客家話 我就很想聽聽看 什麼是客家話 打開客家台 欸我聽得懂 欸靠台語啊 轉過去附身道 欸怎麼是國語 超習慣超習慣 後來後來 我就因為工作的關係 就搬上來台灣最國際化的都市中立 然後 對啦對啦對啦 中立也有客家人 那你要怎麼分辨客家人 他如果不講客家話的話 你只能從他的飲食習慣 或者是傳統習俗上 你才能知道說他是客家人嘛 然後那個時候剛好我租屋處 有一天我大概是 欸前幾年 出席的前一天晚上 小年夜 我那時候回到租屋處 已經很晚了喔 大概十一二點 然後我回到租屋處的時候發現 欸怎麼這個時候 我們家就是左鄰右舍 家家戶戶 每個人都在燒金子 我超緊張 欸這 那莫非就是客家人嗎 小年夜這麼冷的天氣 為了省電費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就問旁邊那個 隔壁燒金子的大哥 我叫他說 欸大哥 那個你們在燒什麼 我後來才知道客家人 是小年夜拜天公 我那時候不曉得 大哥 聽到我這樣問 很緊張的看著我 用客家話問我 你美哈嘎你 我聽到客家話 我沒有很開心 歷史課本上讀到那個 明客蟹洞 我看他超可怕 他好像旁邊的人 旁邊那個客家人 我就 好險那一句我聽得懂 他是一問句問我 所以我只要肯定去回答他 看能不能降低一點敵意 你美哈嘎你 那個大哥再 double check一次 你美哈嘎你 我就靠過來 我跟你說 我也不是客人 我是桃園的 桃園閩南人下來中立臥底 我就是想要知道 客家人 是怎麼可以賺這麼多錢 可以把他們小孩 從國小 一度摘培到碩士博士出國念書 他們 研究他們的應景精神 我想說 哇哇哇哇 幾百年前 閩克蟹鬥 現在變成了間諜戰 情報戰這樣 我說超緊張 我想知道 我就想知道 繼續知道客家的文化 那你這邊還有學到什麼 就是客家的知識嗎 他說 客家人很喜歡唱歌 唱三歌 我說 這不是刻白印象嗎 我說不管 我就跟他聊 就在這個時候 我發現 旁邊的客家人 燒金子 突然全部停止動作 看著天上的月亮 然後唱起了客家民謠 月光光 全部都唱起歌來 這要來像四面楚歌 我開始緊張 我說大哥大哥 他們要唱什麼 月光光嗎 我不會唱 我們會不會被識破 會不會被幹嘛 大哥說 安啦 閩南語也有一首歌 嘴型字數一樣 跟著唱對嘴就好了 天黑黑要落後 哈哈哈哈 大哥真的有用耶 瞬眼之 讚吧 哈哈哈哈 我就繼續跟他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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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時候 小年夜 是那個家族團員的日子 旁邊這一戶人家 開來一台車 然後他們外籍幫人 要從後車廂拿出一個輪椅 然後要接就是一個後車 從後座下來的一個 步履滿山的阿嬤 我客家後來叫阿婆 那因為那個 他下來的時候啊 可能步履滿山 可能快跌倒的樣子 身為一個有教養的年輕人 我又曾經在客家的文化裡面 我很自然的衝出一句話 我說 一定會講這句話吧 你只能講下車死刑 注意月台間戲 大家都聽過吧 大家都聽過吧 隨時一門語言從生活做起 然後那個大哥 聽到我講這麼流利的客家話 他說 他這一大喊 我說 我身分敗落了 我在這邊臥底了三十年 每天吃客家小草 今天竟然被你給反滲透 旁邊的客家人全部回過來了 有個大叔 客家的大叔 從不該從不該 你還可以踢訓那種人 不在討厭 這個地方是中立 不是桃園 然後後面跟著一群那個客家八加九 客家八加九是 又從不該 從不該 我只可以人蹲二賣 你知道嗎 周杰倫雙結棍流行的二十年 但他們不是甩雙結棍 他們甩客家版條 我擦 客家太妹 客家太妹他們穿那個 客家藍衫 但是他改到就露出大腿 上面刺青刺那個銅花 他不是說要刺銅花對不對 回過來 我想說 我趕快被打光屁肆 我是無辜的 我是路過的 不管了 豁出去了 我不管我唱客家電視台的台歌 那個帶頭的客家大叔就 八加九太妹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輪影的阿婆 客家不發佑 MH快樂 哇客家台台歌 一句一句大合唱 我那個時候才知道 台南的客家台沒有人要看 中立的客家台是預設的 打開就是 有人跟我說苗栗的客家台是鎖死的 只能看客家台 我怕被那個大哥抖出來 會不會捕那個大哥兩腳 罵了就是你 又是你 桃園人社區的破口 打開這樣 這個段子只是為了要 至今我們還組成台灣多元文化的 這群 勤奮打拼的哈嘎人 好不好 哈嘎人們 哈們 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叫做漢陽 哈囉 我是澳少年的漢陽 歡迎關注台南的喜劇 也關注卡米蒂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幫我訂閱 林巴卡好笑 開啟小鈴鐺 謝謝